当警察 是先有信仰 还是先有选择 从我有这个想法开始 却又针对我说 主神决定了我以后的高度 并且还想让我坚信这一点 如今我见识到了这里的文化 毕竟销声很差 这是他们对我的看法 玻璃心 这是他们害致别人的原因 弱势群体 这是他们眼中的自己 看到举起的手机 马上开始心虚 永远无法知道视频会被怎样剪辑 此法再也无法无所畏惧 当星星开始动摇时 该怎么满怀希望 大多数人站在枪后面 是为了杀人 而公安更多的是为了救人 我知道不管什么样的训练 也没办法让人变得不怕死 可训练 能把我 变成我们 并让我们干为了信仰而毫无保留 让自己心甘情愿自身一最黑暗的地方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个社会还有救 哪怕最后全世界都误会我 我知道起码还有230万支持我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退路 才有出路 所以我们不断忍受疼痛 直到感受不到疼痛 我们拒绝让出生来决定我们的一生 我们努力挣扎 一次次爬起来 为了让这一切变得有价值 只要身体没有垮 我们就会一直坚持 只有流下的汗水 才能助救伟大 也由于是男人 所以对流血 我们从不惧怕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滴血 都是为了这个更加强盛的国家 我忠于我的祖国 我服务人民 但请原谅我 我不善于微笑的让你满意 我更善于把罪犯送进监狱